我手里面拿到的是一个彩色马蹄莲 很多的话说老花一马蹄莲这么养护 今天呢给大家道道一下 马蹄莲这个呢是喜欢阳光的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性啊 就是它是在春天的时候长叶子开花 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会短暂的休眠 也就是呈现的状态不好 很多话说老花一呀呀 我夏天到了 为什么我这个花叶子都是不惊人了呢 其实到了秋天之后呢 它就开始慢慢的上面就枯萎了 这个时候它的根系就开始发育了 就是在夏天和秋天这个临界点的时候 它就同时开始发育了 因为它下面呢是那种快径类的 慢慢慢慢的就长得像浆一样一块一块的 它可以这种蓬大 蓬大了之后呢明年会长得更大 像马蹄莲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山东地区可以实现地灾 不过冬天的话 如果低于零下20度 还是有冻伤的风险 如果咱们花友养的话呢 两广地灾的花友啊 您可能养的就是第二年不爱复花 就是因为它不能在那种略微冷凉的条件下 去孕育自己的花芽 你要盖它这个点 基本上别的没啥 像云南地区就可以 两广地区就太热了 就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呢 等到上面稍微枯萎了 有冷库的话 可以往冷库里面放一放 这话说能不能放冰箱 冰箱的话保鲜是够了 主要是这个通风不行 时间长了也是容易发霉啊 各种不好 好了还是说养护 第一点呢是喜欢光照 像这种已经开了花的呢 花友们就可以不怎么用晒太阳了 在室内同样可以去养护 光照不好的话呢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胶水 一定要拿捏住啊 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两个手都摸一摸盆土嘛 不干就可以不浇 也可以观察一下叶片 稍微发粘 别等粘过头了再浇啊 要不然的话花会早些 用到的土呢 也是进口的泥酸土 老花仪的通用配方土的 这种一个配方 根系呢是属于这种草本的根系 里面有快径 我就不拆开了 这个价格毕竟不便宜的 它的一个理想气味呢 就是像云南那边 冷的时候能在15度以下 热的时候在30度左右 因为马蹄莲呢是一个快径类的 它的一个快径 想要第二度的开花呢 也是要在10度以下 才能够慢慢的去运移花园 还是那句话 两国地区的花园 差点意思 东北地区的花园呢 你最好是盆栽 盆栽的话 冬天略冷一点 没大事 只要是别把 就像咱们储存一个 大浆大蒜一样 只要别把那个快径 给冻坏了 这个就没什么大问题 第二年还可以开 它寻寻复复 寻寻复复这种 对 你要不知道怎么养 就想想那个大蒜怎么过来的 它一样是可以的 好了 别的没啥了 用肥料的话 大家选择通用性的 在开花期比较旺的时候呢 稍微追加一些零川影响 就完全OK了 不错 接点个赞 一篇关于马蹄莲的分享 送给了大家 不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一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